你知道何为过老死三兄弟吗 劳魔的废品铜条式 劳魔的高速战士 劳魔的铜条匹刹战士 不是在被谢哥召唤的路上 就是在被当作祭品素材的路上 秋姐发动长春藤树菩 将游星场上的怪兽变成植物组 让触手玫瑰获得两次攻击 第一发击破盾牌战士 由于盾牌战士现在是植物组 所以游星还要受到触手POI 下降300点生命值 眼看秋姐嘴角上扬 谢哥果断嘴炮 然而心态不稳的秋姐却果断下令 让触手玫瑰发动直接攻击 陷阱卡自己的防御 以一张手牌作为代价 无效对方怪兽的直接攻击 随后还能抽出一张卡 等待秋姐结束回合 轮到谢哥 发动随手一抽 召唤劳魔铜条式 根据其效果复活劳魔战士 让两只劳魔在此刻进行铜条 铜条召唤铜条怪兽中的劳魔战士 从手牌发动装备魔法废品一击 装备给无敌的匹刹劳魔战士 命令其进攻一只魁他的触手玫瑰 废品猛冲拳轰碎宛如鱿鱼的触手 给予秋姐高贵的一百点伤害 随后发动废品一击的效果 简称低配版的火焰翼 将破坏怪兽攻击力的一半 化作伤害下降秋姐的生命值 轮到秋姐 抽卡 发动长春藤束缚的效果 将匹刹的劳魔战士变更为植物角 接着召唤铜条怪兽复制植物 等级变为和匹刹战士一样 秋姐要发动墓地中黑暗星律的效果 当召唤植物族的铜条怪兽时 将它从墓地中拉回牌场 这下5加2等于7 秋姐铜条召唤出黑玫瑰龙 通过将墓地中的一只植物族怪兽除外 发动黑玫瑰龙的二重效果 将匹刹战士的攻击力降为0点 命令黑玫瑰龙对其发动攻击 千军一发之计 由星耀除外墓地中的盾牌战士 保护匹刹战士不被破坏 那么战斗伤害呢 紧急硬卡 灵魂之力量 无效本次战斗的伤害 从墓地中拿回一只怪兽 秋姐盖牌结束回合 此时 观众席上讨华生一片 打牌炸牌场他们都能有 但轰炸观众席算怎么回事 面对嘲讽秋姐开始一谋 嘲讽自己是会给人痛苦的摸鱼 不过现在的他很享受这种生活 斗艾斯之魂已经开发到了极致 奈何精通乐趣的谢哥不这么认为 因为他从秋姐的眼神看出了茫然 由星的回合 召唤劳魔同调是 复活劳魔战士 虽然劳魔战士能将攻击率 加给匹查战士 但显然 谢哥还是想用自己的王牌 同调过劳死三兄弟 聚集的祈愿将成为 新生的闪光之星 成为光芒闪耀的道路 出来了 24集以来由星总算是 召唤了一回星成龙